Hello 大家好 我是拉芬哥 今天带大家来探电 今天我们来到了奇瑞的4S店 为大家看一下2023款的奇瑞瑞虎5X 那么作为一个年度改款的车型 其实这台车在外观和内饰上的变化 还是有所调整的 首先 整个前脸依旧是采用了大尺寸的进气格栅 并且有点阵式的镀铬装饰 看上去在这台小型的SUV上 也是显得有一定的气势 另外 在之前车型上 前保性钢上有红色的点缀 在2023款车型上做了取消处理 我觉得这样来看 这台车没有那么沙马特 看上去可能会更时尚一些 还有一点就是这台车的轮毂 也是做了全部的胸黑涂装 这台展车是一个17寸的轮毂 换上了黑化的轮毂之后 我觉得这台车整体营造出来的运动 或者说视觉的冲击力会更强一些 这虎5X的车人长度达到了4358毫米 轴距是2630毫米 所以说整个轴长比 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 作为一台小型的SUV来说 它营造出来侧面的一个厚重感 还是比较OK的 一方面得益于它比较饱满的车身线条 另外一方面可以看一下 它的车身高度 在增加了这个行李架之后 还是能够带来一定的体量感的 日虎5X的整个车身尾部 做的是比较层次感突出 首先左右两侧尾灯 中间有一个镀铬的装饰条 给连接起来比较的粗壮 加上上方的奇瑞的英文标 给你的感觉是比较丰富化的一个程度 但是我个人觉得整个牌照架的位置的设定 是有些偏低了 视觉中心是往下靠了一些 显得中间这一块留白会多一些 我们打开它的后备箱看一下 作为一台小型的SUV 它的整个后备箱空间还是非常平整的 而且座椅是支持四六百倍放倒 所以说在装载货物这一块 我觉得也是达到了小型SUV应该有的水平 没有过多的对它的车内空间进行压缩 坐进日虎5X的车内 会发现这次它用上了全新的配色 有米色有蓝色 这两种颜色的搭配我觉得是更加的小清晰一些 包括前方的中控面板以及这个座椅 带来的感觉就是整个座舱会跟以前有不一样的感觉 而且这个座椅的舒适度 我觉得坐的也还是非常OK的 它左右两侧还有一定的护椅的包裹感 包括这个座椅传递出来的发泡程度 还有触感 我觉得都是在这个价位里边坐的算不错的了 另外这台车我们可以看到前方的仪表盘是两个传统的指针式 中间有个单色的行车电脑 那么这一块中控屏幕其实是一个10.25英寸的显示屏 这一套显示屏车机是搭载了熊师智云的系统 它能够支持苹果的CarPlay 还有百度的CarLife 同时也支持一定的应用下载 那么除此之外 在下方这一块其实是实体按键的保留 有一个空调的单独控制面板 这个看上去是非常熟悉 我们在路虎的车型上也有见到过 只不过在瑞虎5X上 它只是一个塑料的面板 加上两个旋钮 中间带小显示屏 并不是一整块的显示屏 那么来到后排 我本来对这台车的空间 还是比较存在一定质疑的 因为我觉得这个级别 这个尺寸的车型 坐进来一定会显得比较的逼色一点 但是这款车坐进来之后可以看一下 我腿部大概有一拳两指的空间 头顶大概还有三指 而且它后排是做了一个头部的掏空处理 整个坐垫是拉通的一个形式 地台有微微的隆起 但是可以忽略不计 所以说整台车的后排空间 我就在小型SU里边算是比较出色的 那么在动力部分 这一次2023款的奇瑞瑞虎5X 换装了全新的1.5升自然C气发动机 最大的功率为120匹 峰值扭矩达到了148牛米 而在1.5T版本上 最大的功率为156买力 峰值扭矩230牛米 比配可模拟9速的CVT变速箱 那么2023款的瑞虎5X 售价区间是6.99到9.59万元 这个价给人感觉就是非常的实惠 不过你细看它的配置会发现 6.99的起步价 其实对应的是它手动挡车型 如果你要买CVT的自动挡车型 起步价会来到8.59万元 而你要选择1.5T带涡轮增压的版本 起步价或者叫它的售价 则是去到了9.59万元 不过好在现在供车 还是有几重大理的 比如说1万的限定红包 3000元的置换补切 以及4000元的金融补贴 所以说算下来这款车型呢 还是能够锚定在8万元这个价格范围内 我觉得是值得大家去看一看的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对于这款车型的一个探点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